戴上你的耳机 泡上一杯咖啡 合上你的眼睛 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这个月呢我读了两本书 这两本书恰常都是亚裔美国人的故事哦 只是一本是由台译美国人徐华写的 它叫Stay True A Memoir 然后另外一本是韩裔美国人写的 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 这两本其实在市面上已经销售一阵子了 都是2023年的作品 只不过我消化这两本书之后 我决定还是讲徐华这本书 徐华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他爸妈在他还没有出生前 就已经搬到美国了 而且是为了找寻自己人生的目标 因为他爸妈在美国的那个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台湾正在戒严时期 所以所有人都想尽办法要跑到国外去 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 他在小时候印象就是 他们家一直在搬家 一直在跟人家借房子来住 他爸爸是一个物理学教授 然后他妈妈是个类似像是律师的角色 家庭学历背景都非常好 当时美国对于亚裔的人种来讲 还是充满歧视的 所以他爸妈就花了很多精神时间在找工作 然后屡次被拒绝 所以他小时候有印象就自己家里搬来搬去 当然这本书的重点 并不是放在他跟他父母 或是他身为亚裔 以美国人的第二代的感触 亚裔美国人出了很多类似的思想情节的书 或是在讽刺minor priority的一个地位 大家应该还记得亚洲超级富豪这本书 然后他后来就是有拍成电影 就在讽刺的叙述 亚洲的有钱人是怎样揮过那个样子 之前Netflix有演出《菜鸟新营》这一出剧 很多都是在讲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一些困境 这两个影集都是用一个比较喜剧讽刺的方式来演 那徐华在里面对于自己的身份 没有多加的琢磨 他在叙述他跟他爸妈之间的沟通 是用两个传真机来解决 他爸爸后来因为受到国内的征召之后 戒严已经结束 后来他们定居在库比提诺 他爸爸妈妈本来是选择在加州想要发指气 假就发现自己遇到Bamboo Selling的状况 Bamboo Selling的意思就是 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工作社会环境上面 受到了天花板限制 其实现在很多亚裔美国人在美国 也有类似的感受 由于戏果经验 他爸妈就成为第一批从美国回来的台湾人 协助为像工研院那样子的研究机关服务 然后回到台湾就发挥自己在美国所学所能的经验 所以他后来跟他爸爸妈妈的沟通 就是靠两台传真机 他爸爸会负责徐华在学业上面还有生活 透过传真方式关照他 他写给爸爸一些内容 也是包含他的生活发生一些事情 比如说大都会比赛 或是他里面提到大家很怀念的超脱乐团 在1994年4月他主唱《科本自杀》 他有跟他爸爸聊到这件事情 作者他全篇有80%以上 其实主要是在琢磨他的好朋友阿剑 阿剑他其实是一个日裔美国人 他第一次见到阿剑的时候 他其实非常讨厌阿剑 因为他觉得他跟阿剑的身份不一样的地方是 虽然两个都是亚裔美国人 可是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已经生根多年了 那他自己只是身为一个台裔美国人第二代 他自然觉得这个阿剑日裔美国人呢 他其实已经不是完全是日本人了 在他眼中日裔美国人在美国地位角色 远优于这些台裔美国人 或是其他少数亚裔美国人 其实讲白一点嘛 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嫉妒人嘛 你看到有一个人好像很有自信的 很悠游在美国的文化当中 好像无所谓的样子 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自信 说什么话都很高调 听的音乐在当时 他又是挺徐华最讨厌的珍珠果酱合唱团 在徐华眼中呢 阿剑就是高调让人家觉得非常讨厌哦 不过因为一个契机呢 他们变成好朋友 除了透过在宿舍阳台上面抽根烟啊 阿剑也是第一个让他学会什么叫做抽烟 然后他对于陌生人是怎么透过抽烟变成好朋友 他就说不断累积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慢慢就会变成好朋友了 他里面有提到在当时很有名的解构主义哲学家 德西达呢 其实最有名的就是他的友谊哲学哦 他有提到驱动友谊的力量 并非是想要追寻像你一样的人 朋友会选择去理解他人而被他人理解 当时徐华在认识阿剑之前 他一直以为是反过来的 他一直以为朋友就该是找跟自己一样的人 可是在他认识阿剑之后 他仔细思考这位解构大师说的话 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德西达的一些想法也渐渐在影响他 德西达他因为有一个好朋友叫做 佛索瓦里欧塔 后来这个佛索瓦里欧塔从家里跳楼自杀楼 因为要怀念这个朋友 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是热爱友谊的话 他必然要爱其未来 所以他在他去世之后所写的文章里面 就去探问他自己说 如何离开他而不抛弃他呢 这也是徐华在写这本书的中心思考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本State True是花了多久时间做出来的呢 其实这本书花了他将近24年的时间去撰写 编辑是协助帮他把他纪念阿剑所写的一些日记啊 还有小智啊 他也没有提到说他从大学时代就在做小智这种东西哦 小是微小小智是木志明的智 SIM这个东西哦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小智哦 其实他就是所谓的独立出版啦 像在台湾也有很多独立出版的作家 他们出版的书就不是透过大出版社去出版 而是自己去印刷编排或是做封面设计等等的 那内容很多是出自于独立作家他自己自我的思考 徐华在高中的时候就慢慢在做这件事情了 只因为他非常中二而认为 如果他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必然能够吸引跟他一样想法的人 他也觉得做这件事情让他自己感觉是属于很特别的族群 结果他后来跟阿剑相处以后他就发现 其实阿剑也有他很有魅力很有知识的地方 也有他认为他根本跟不上阿剑的地方 他反倒认为自己的独特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这本书一直到最后 有一大篇幅一直在讲他跟阿剑一起听的音乐 一起看的电影 还有他们一起在兄弟会做的一些事情 到后来阿剑在本书的三分之二处 因为在路上遇到劫车抢劫事件而死亡 徐华在文章最后不断在缅怀这个朋友 一直在回忆他跟他朋友一些的事情 你可以从徐华的笔触当中 能够浓浓地嗅到他是一个很有人文气息的作家 他的写法算是很自传式的 他毕竟是2023年首届 是首届哦 以前没有这样讲项是因为他才有 他是首届普利兹自传文学奖作家 基本上能够得普利兹文学奖的人 他的写作方式还有他的内容是绝对有可读性 而且是非常有深度的 虽然我讲得很浅显易懂 主要是我认为我的知识量跟不上这个作者 你翻开这本书 你会发现有很多章节提到音乐的部分 有些音乐我说老实话 因为我的年轻时代 我听的音乐跟他有点不一样 超脱乐团是我跟这本书的作者有比较共同连接的地方 他听的垃圾摇滚这类音乐呢 其实我听过不少 我听的时代其实是在我高一到高三那段时代 超脱乐团他在当时是属于另类摇滚 属于垃圾摇滚之一 大家不要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很奇怪 懂音乐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垃圾摇滚 就是Borage 这个音乐怎么来的 其实就集中在西雅图附近的地下乐团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音乐 在当时做这样子的音乐 其实还包含像是我刚刚提到的 阿剑所喜欢的珍珠果酱乐团 还有后续的金属乐团 以及声音花园乐团 还有Pavement Bam等等的 都有受到垃圾摇滚的影响 然后受到超脱乐团的影响 它里面还有提到一首歌叫做 Smell Like King Spirit 台湾发成旧式少年味 这首歌就是在超脱乐团的专辑 Nevermind 里面的一首超级红的歌 Nevermind 这个专辑 当然也是让超脱乐被全世界广知的一首歌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因为他讲到这些音乐 而我有产生共鸣 倒是在看他叙述跟阿剑之间的友谊羁绊 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感触 主要是因为我是女生嘛 我其实不是很了解男生跟男生之间那种淡淡的羁绊 超跟烟就忽然可以成为好朋友了 或是一起打架 然后一起做坏事就可以成为好朋友 这个我比较不能理解 在本书中透过他的自传 我能够深深了解到他非常非常非常地想念这位朋友 所以他愿意花20年时间慢慢去琢磨 他写给阿剑写给自己 还有对阿剑所叙述 后来阿剑死后所看不到的一些社会现象 还有他想要对他说的话 还有他透过小字发表一些独立 乐评 社会评论等等等等的 都在这本书可以看 尤其每一个章节的前面的剪辑封面 其实很多都是从他的小字 还有他跟阿剑的一些回忆 他们一起共同拍的照片有关系 那每一个章节都跟那个 他前面的所剪辑的那个封面都是有关系的 包含这本书的封面呢 你有看到就是有个男生在拍照 其实那个就是阿剑 然后他想要表述这个封面 阿剑正在拍着他 在他心中 阿剑永远是这个持着相机的人 永远让他忘不了 然后他也想要证明 他在阿剑心中曾经是有深刻的友谊地位的 所以其实你说他是一本很哀伤的自传 我也不觉得 蛮多时间你会看到 感觉到作者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内向 然后很内化的人 他会把他很多思考从文字去表现出来 可是他可能本人表达上面并不会真的的很热烈的说 哦我很爱这个朋友或怎么样 没有 你就是从这本书可以看到很多音乐的叙述 哲学人文的叙述 因为毕竟他本身在教育界还蛮有名的 还有在杂志界蛮有名的 他经历其实是纽约克杂志特约撰稿人 然后也是巴德学院的英文系教授 还担任亚裔美国人作家工作坊的执行委员成员 他自己的学习上面也是跟人文哲学 还有社会主义等等都很有关系 字里行街可以看得到他的深度 所以我还蛮推荐你看的 虽然他并不是一本好读的自传 我要先跟大家讲 如果你对于美国的1920年代到1979这段年代 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可能看这本书你会有点觉得很难验下去 可是因为我刚好跟他是 类似像是差一两岁的年纪 所以我还算看得懂他在讲哪些乐团 只是有些乐团我的确没有听 比如说珍珠果酱我就没有听 可是我有听超妥 然后我有听Bon Jovi 我有听Black Street Boy 我有看很多他里面有讲到飞乐琴海 这些非常老的骗子 在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你看这本书你也会捡起一些 六年级身材懂的一些回忆 他里面有提到他会去搜集卡带 然后把这些他喜欢的歌录成一卷卡带 我以前有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非常喜欢小红梅乐团 我以前会把小红梅的一些歌 就是我听到就录起来 然后拍一个卡带里面 然后每天播来听 我很喜欢小红梅 我前一阵子刚好又翻到小红梅的歌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我的年轻一去不复吧 总比那首歌 我觉得现在完全完全符合 以色列跟巴基斯坦在打战的现况 完全符合 因为那首歌就是一首反战之歌 就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Doris都死了那么多年 现在世界还是在打仗 总之呢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 并不是因为他得奖 或是他肩色难懂 而是他的确有写到 身为一个台裔美国二代 他在美国遇到的种种记忆 跟阿剑之间的友谊 写得非常深刻跟细腻 你也可以感受到 他写作方式是循序渐进 有逻辑 却又带点诗意的写法 那至于我刚才讲的 没有妈妈的超市 你们就无聊的时候加减看 我基本非常不推那个曲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作家也被列为 销售冠军还是什么的 个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那个没有妈妈的超市 那个书的作者 其实是一个乐团女主唱 我无意贬义这本书 但这本书我真的没有什么共鸣 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 我认为这本书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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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一则英文 我相信有些听众他们 可能听不太懂这段话 这段话在这位叫做 Harrison Barker 毕业典礼上面 所说的这段话 引起了美国内部 相当多的性别争议 那他说的这段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由我来替大家翻译一下 他一直就说呢 他觉得女性在追求职业上面 还有追求事业成功 以及争夺工作职权上面呢 可能有些女性会觉得 这样代表人生很成功 但他在这里想要跟所有 在底下的女性学生 还有女性同胞们讲 我相信你们对于进入婚姻 还有成为一个妈妈 才是最应该感到最兴奋的 然后他就说身为男性 还有身为一个赚田的主体 他认为呢 女性就应该要把婚姻 作为一个妈妈呢 还有作为一个homemaker 就是把她当成一个职业 然后他还提到 他的老婆伊丽莎白 这是在这段英文没有讲的 可是其实他有在 他的演讲里面讲 他说他相信 他的老婆伊丽莎白 把妈妈这个职业做得很好 他也非常开心 没想到他在 Kansas Benedict College 所发表这个言论呢 就引起大家的争议 而且他不仅仅提到 这方面的争议 他还提到 他对于拜登总统的一些 抨击性的看法 比方说他认为拜登总统 就不应该大肆地 宣扬堕胎法案 还有他对于之前的COVID法案 甚至LGBTQ community所做出来的 开放性决定 他感到非常不以为然 说真的 Kansas Sanity College 他本身是一个天主教 基督教学校 一刚开始我在听的时候呢 我认为他的确是 有点在迎合那个学校的 整个文化风气 可是他把他的老婆 作为家庭主妇这件事情 用vocation这个字眼呢 去形容 你就会觉得 他是活在1950年代嘛 包含男性女性 全部都在抨击他 当然有一些 也有留言 支持他的言论 而且这支持他的言论 在这本影片当中 还包含女性哦 我现在有点发现 有一些周是挺传统的 我那时候听到就觉得很压抑 觉得怎么 美国还会有这种 1950年代的思考 甚至是由一个非常有名的 Harry Barker所发表出来的言论 你觉得非常可笑 因为他其实是蛮有名的嘛 美式足球四分为球员 他的战绩也还不错 网络上舆论就是在批评他 他不仅仅看清女性 在作为职业女性上面的能力之外 他还把女生定义成 只会作家式的homemaker 他认为这就是女生的职业 整个看不起女性就是了 在美国对于女权主义的高涨 是非常的普遍的 国男性对美国女性 讲话是要非常小心的 千万就是不可以触犯 他们某些禁忌 并不是美国女权主义无地放食 而是他们的确尊重女性 越来越独立 然后越来越能够超越 男性职业的能力 所去尊重他们这些女生 气氛式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 发现台湾永远落后人家一大街 像这样子的男性言论 在台湾是有非常多支持者 可是在美国不会 美国你会看到有些男性是 其实对于他里面提到的某些事情 感到非常恶心 而且觉得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甚至有人称呼他为Amish Amish是指基督教的某个流派 然后是完全不用车 不用任何交通工具 就有点像摩门教那种 他就是讽刺他为Amish 然后你还会看底下留言 有女生在先选 I ready to pick beer 就是我宁可选凶 这种男性的言论还存在在美国社会当中 真的是让人家非常觉得发削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新闻 我必须要讲我非常不同意他的想法 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好笑 而且现今社会当中 没有人会觉得 作家式这件事情就应该是女生来做 你现在也会看到很多厨师 或是很多男性 他们是把自己的家里都整理得比女性还要好 这表示其实这个角色 并不一定要受限于女性 而且的确有些女性赚钱的能力 是比作家式的能力好 我必须要讲 讲出这样的言论会让人家觉得 你到底有没有尝试 但也有可能是因为 他是在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发表言论 所以他必须要这样讲 免得被大家丢鸡蛋 另外一个新闻呢 是我今天真的想要特别跟大家讲的 而且会让我觉得 天啊 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国家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看得非常傻眼 而且看得非常为那位死者心痛 男女主角呢 其实个别是哈萨克的前经纪部长 Bishman Baha 他的名字有点难念哦 他在去年的11月9号这一天呢 亲手将自己的老婆活活虐待 制虐至死 花了八个小时间打他老婆 把他老婆打到死 他老婆名称叫做Satman Bishman Baha 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 从一刚开始他是怎么认识那个Satman呢 主要是因为哈萨克他本身是一个共产党国家 他也是很封闭 他非常情恶 哈萨克的总统呢 基本上是普丁的左右手 那这个男主角Bishman Baha 其实家族在哈萨克是占有一定历史地位 Bishman Baha的爸爸是哈萨克的教育部长 也是普丁的左右手 然后更是总统的左右手 当然已经退休了 发生事故当下那个餐厅呢 其实是Bishman Baha的妈妈所拥有的 再加上Bishman Baha被称为政治精童 他从小的学历就非常好 就是一路高升到哈萨克最好的大学 然后后来也去乔治华盛顿美国去进修获得博士 都是跟经济学啊 然后还有金融相关的东西 后来他的职业就被晋升到所谓的经济部长嘛 不过他现在已经是经济前部长了 是因为他中间涉及贪贩 所以被国家罢处 他人就享有他应该要有的政治地位以及人脉 是很多哈萨克的人民不敢惹的对象啦 因为基本上惹到他哦 你就是后面家族的命运被和谐掉 我们说用大陆话就被和谐掉 Bishman Baha因为他非常迷信占星学 还有非常迷信算命师 所以他就曾经问过算命师说 他要找什么样的老婆 他就听算命师的话 他就是要找年轻貌美 然后占星师 然后要记低于2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 所以后来他透过IG还有交友软体等等的 冰上了萨特曼 用尽各种无奇不有的浪漫手法去追求他 可是当时萨特曼因刚开始 其实是拒绝这个男性的哦 萨特曼那时候拒绝他的理由 是跟他讲说我是个女性主义者 如果你要来我这边做占星咨询的话 那你必须要是个女性 可是不好意思你是个男性 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你做占星咨询 萨特曼就非常心机哦 他就派他的一个女性友人去给他做占星 最后这个女性友人就承认说 其实他是萨特曼派来的 想要认识他 想要透过他去拿到他的电话 他也跟他再三保证 萨特曼是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你一定要跟他见过一面 萨特呢就因为这样就被说服 去跟这个男性见面 然后见面之后呢 虽然那个男生大他14岁 他后来透过几次交谈 他就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知识 血氧涵养的人 可以教他很多事情 他们双方见家长的时候 其实萨特曼的家人对于这个男性存有一些疑虑 可是当时萨特曼的恋爱脑 他真的深深爱上这个男人 所以后来在认识没多久就决定结婚 他们的夫妻俩在相处过程当中呢 萨特曼对外经营的人设形象是爱老婆的好老公 会poIG啊 会po他们的恩爱照啊等等 萨特曼的哥哥早就发现他们之间有异状 他说比方说有一年 萨特曼他为萨特曼生下一个小孩 然后他其实也同时在帮萨特曼在照顾他前妻所留下来的两个小孩 萨特曼他手边总要照顾三个小孩 他说他妹妹有一次就误传一张照片给他 就是他发现他妹妹的两只眼睛被打到比青脸中 他妹妹竟然骗他 没有他就是跌倒而已 然后叫大家不要担心他 跌倒怎么会刚好跌到眼睛这样 然后还流血什么 他哥就当然很担心 可是他妹妹就一直觉得 这件事情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讲 你们都不用可怜我 我就是真的只是受伤而已 我自己弄伤我自己的可以吗 过没多久 他们刚好也是在庆祝圣诞节 那虽然哈萨特曼很多是伊斯兰教的 不过刚好就是他们家是比较正统的基督教 所以他们就会当然一定会过一些Christmas Christmas的规定就是每个人要带自己的交换礼物来 当然萨特曼也有替他邀请的来宾 准备各自来宾的礼品嘛 就没想到当天就来了不速之 Bishman Baha的Carsen 那时候萨特曼就显得很紧张 因为他没有邀请这两位人来访 他就临时就从家里拿了一个从来没有拆封的香水 是Bishman Baha的送他的 也没有想很多他就把这个当成礼物送给他的Carsen那对夫妻 那时候那对夫妻看了也觉得很高兴 就没想到Bishman Baha看到了之后呢 他当场变脸大发雷瓶 直接把香水摔在地上 用力的质问萨特曼 为什么你要把我送给你的香水送给别人 你是有多么不尊重 我怎能讲呢 非常歇斯底的对他大吼 而且是在萨特曼的家人在的时候 就是包含他岳母岳父 他哥哥他妹妹 还有包含Bishman Baha 他自己的家人在现场 他大声怒骂 然后骂他是Bitch贱人什么什么的 开始一直狂骂 那萨特曼当然就不知所措 很害怕一直说对不起 一直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大家就是不欢而散嘛 就Carsen也是自逃没趣就闪了 我就觉得靠呀 这个Carsen真的是有够不要脸 又没有人邀请你来 然后邀请你来又很倒霉发生这件事情 他哥哥那时候就发现 他们眼前这位好女婿 竟然是另外一个个性 他们全部都吓到了 Bishman Baha的妈妈呢 做了一件事情 让他觉得匪夷所思 他发现他妈妈并没有替萨特曼开脱 他唯一做的事情 他跑过去抱岳父岳母 然后跟他们说 我儿子不是故意要对你们大喊的 他真的不是故意 他可能今天工作心情不好 他首先优先的是安抚这些宾客 可是他并没有安抚自己的师父 他哥哥看了觉得很奇怪的地方 甚至是呢 圣诞节的时候嘛 大家会把礼物堆在圣诞树底下 大家就想过午夜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拆礼物 可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 大家就没敢拆礼物嘛 萨特曼还是强打精神 跟所有开心的小孩说 哦那大家一起来拆礼物 过了12点05分 Bishman Baha 气冲冲的又从外面回来了 后来之后他看到他要开礼物 可是礼物没有他的 他又开始像小孩一样哦 更严重的吧 萨特曼一整晚准备好的圣诞大餐 桌子食物全部翻倒在地上 大声喊叫 跟萨特曼讲说 叫他跪下来 跟他道歉 就说我送你的香水 你竟然契机不顾 送给别人 你竟然在我不在的时候 叫这些人开礼物 你是不是不尊重 我是一家自主 当然所有人遇到的 第二次这种 大家发表的状况之后 大家就非常事项逃走了 他哥哥其实有去劝萨特曼 说你要不要包袱 款款跟我们走 因为我没有发现 你的老公有暴力倾向 没想到萨特曼竟然跟他说 我非常爱他 我不能抛下他 我认为我可以救他 我认为我们婚姻还有救 然后他希望他哥哥 不要去管这件事情 他觉得他可以 fix the marriage 为什么萨特曼会有这种想法呢 是因为他从小看他爸爸妈妈 是相互扶持过来的 妈妈在从小的时候 就总是给萨特曼的一个观念是 你的marriage如果遇到不开心 你永远都可以fix it 他就是永远有一个 fix it attitude 所以他就会觉得 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想当然了呢 萨特曼在圣诞节那一天 他也被殴打了 Bishman Park 他家非常有钱 是一个独栋的别墅 然后家里都有隔音设备 后来证实 其实萨特曼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晚上被打得非常严重 可是萨特曼就一句话也没有跟家人求救 2023年11月9号那一天 萨特曼发现他的老公在外面有affair了 后来被挖出来是一个专门做食物wog的一个女生 当然那个女生其实就是萨特曼的替代者 因为那个时候他的老公Bishman Park 早就想要换老婆 他是有计划性的想要把他打死 他就让萨特曼眼睁睁的看着他跟其他女生约会 然后把萨特曼丢在他们约会的餐厅外面 让萨特曼等 萨特曼那个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心寒 他决定要跟他老公分开 结果没想到这就造成他的老公对他进行虐待殴打 那这段影片呢 就是虐待殴打影片 以及就是他抓着他的脖子 然后一直在餐厅外面威胁他的这些行为 其实都有被CCTV录下来 可是这只是其中一个片段而已 其实他还有更多的片段是 后来在萨特曼的死后呢 Bishman Bahaf 他知道这个餐厅有CCTV 所以他就命令他的Carson 就是大家记得 就是刚刚那个不速之客Carson 回来把所有警卫室的录像全部销毁 他为的就是他不想要让他的打老婆的证据流到外面去 他也想替自己脱罪 可是呢 毕竟可能有一些影像是没有杀干净的 新闻上面才会跑出来他打老婆的画面 他很明显是他打的时候 他是有避开那个CCTV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是往死里打 而且他是脱着他头发 就是把他脱进一间VIP室里面 后来甚至他哀嚎的声音都有在法庭上面被播出来 这个录音的内容其实就是 Bishman Bahaf一直要女方承认他有出轨 一直要他对着手机说 你说你有出轨 你说你有出轨 你有跟哪一个人出轨 你是跟哪个朋友出轨 一直要他说谎 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打到没有意识 就这样连续打了八个小时 这个男的最可恶的地方就是 他把他老婆打死之后 他还抽空去餐厅的另外一间VIP室 跟他的情妇见面 他在法院上的功臣 他只是要找那个网红谈餐厅的宣传行销 然后那个网红在上法庭作证的时候 他也跟他套好招了 就说我们只是在谈三天一行销 我们没有做什么 后来其实有调出他们的手机通话记录 很明显他们两个就是出轨的状态 到了晚上呢 这个时候已经过了12个小时 他还是没有叫任何救护车去救他老婆 他唯一做的事情是 他把他的Carson叫来 然后他Carson在法庭上面有坚称 他以为他只是睡着 他就看到他是睡着的状态 他也没有怀疑说他是死掉或怎样 他没有看到什么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是对于女性的尊重嘛 所以女性是闭着眼睛进去的 你相信他这番鬼话吗 反正anyway他就被 Bishman Baha叫去 给他口盖冥北 甚至他们在隔天 已经隔天了 11月10号了 他们还是没有把遗体送去 为什么没有送去 只因为那个时候普丁 本来要到访这家餐厅的 11月10号要到访这家餐厅 后来他们发现 普丁要取消今天的约会 所以他们才 封锁线把餐厅外面封锁起来 偷偷的想要把尸体运出去 后来当然是被发现 然后就报警 然后报警以后 就是他哥哥就知道他的妹妹死 然后全家人都非常伤心 到现在萨特纳的外婆都还不知道萨特纳死了 因为他不想让老人家太伤心 后来呢 Bishman Baha被抓去法庭去询问当中 他也请了最强的律师 你也知道他在哈萨克算是只手遮天的人物 不论是Bishman Baha的妹妹 妈妈跟哥哥全部都在做位证 全部都想要玩一个dirty game 索性后来呢 就是他不管玩怎么样dirty game 舆论已经上来了 舆论全部都是负面批评 后来他在今年也就是现在 你看这个案情交着多久 他明明是去年11月发生 一直拖到今年 他才被判刑了24年的徒刑 实际上他的罪状是可以无期徒刑 可是因为他的家大业大 让他避免这样的刑则 所以只有24年 甚至呢 有谣传说 他即使进去 他还是舒舒服服的 可以到处走动 所以这是不是很令人发指呢 更不要讲萨特纳的遗体 是有多么的可怕 听说他的鼻子呢 从外面已经有一些小外伤 可是其实鼻梁跟骨头 是全部被打碎的 包含原本已经是 被有打过的眼睛 又再多了新的伤口 眼球是掉出来的 知道就是这个女生 是被打多严重 那还有一些内脏被打乱 然后他被发现的时候 其实是裸体的 因为Bishman Baha 不是逼他把衣服脱掉 而且他在中间 有跟Satan这样说 赚钱养你 你所拥有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女生遇到这个状况 其实到最后会有点无奈 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被家暴老公打过那么多次 你到最后也只是会讲说 好啊那我东西还你 你也只能这样讲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Satan 就有跟他说 那我还你 所以才变成他裸体 你知道他就把衣服脱下来 还了一趟 Bishman Baha 甚至就是有去打他的下铁 就是把他活活打死 厌尸官甚至从他的脑部 直接取出两罐血水 非常满的两罐血水 那两罐血水 其实可以在cheater上面看 非常非常可怜 就是一个女生是被淋虐自死 一直到血流干 他的老公才把他送去家户病房 可是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Satan的牺牲呢 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运动 多民众就开始想要请哈萨克的总统 去立法去修正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Satan Law 就是也是在今年才推出了一个心法 心法的内容主要是强调 未来只要有所谓的家暴家庭 包含女性、儿童、老人 都会有分轻度、中度以及重度的伤害 而且会把责任从民事转为形式 也就是说你出现伤害动作 你就有可能去坐牢 你会很惊讶哈萨克 为什么现在才会有这个法律 主要是因为他在2017年 其实曾经对于伤害做除罪化 也就是你殴打你的家属 或是你殴打任何人都可以免罪 甚至就是只是罚款了事 就是民事诉讼而已 不是刑事 那这个法案在2017年本来是通过的 所以才造成必须们不怕如此的嚣张 因为他觉得反正我打也不会有事 我只要说说谎就过了 那也因为萨特的牺牲呢 所以推出了这个法案 这也算是哈萨克在女性保护上面 稍微有一点点进步 虽然这个法律 它里面的有些法条 其实还不够周全 如果真的造成伤害的话 这些女性还是仍旧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诉讼官司 可是已经比2017年 那个除罪化的状况好很多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 其实我蛮难过的 包含就是我早上听到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哈萨克的故事 我会想要跟各位男生讲 其实很多男生出生就是既得利益者 尤其是像Bishman Bok 其实像Harrison 他们是拥有金钱权利 外贸甚至地位的人 他们很多是既得利益者 可是你们不要忘了 你们有这些地位 有这些东西 绝对不是因为你身为一个能性才会获得 而是你身边有很多支持你 愿意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的女性 他们在support你 所以你才可以如此成功 如果你是靠你自己单身什么的 我没有话讲 可是我其实观察很多很多的男性 都是妈妈在支持自己 或是老婆在支持自己 去处理这些繁杂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男女平等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 家暴比例在台湾来讲 其实我有去特别调院内政部的资料 家暴这件事情在台湾的男女性比例 女性也有 女生是占27% 男生占80几% 而且大部分都是家庭暴力 婚姻暴力 有六成是家庭婚姻暴力 我其实是非常期望能够看到 两性互相尊重的那一天 而不是两性互相攻击 经过这两个新闻 我真的希望就是大家听到能够反思一下 女生们你们也要小心 当你们身边出现那种自恋型人格的人 你们千万要当心 自恋型人格的人 他们在追求人有一些pattern 他们会尽敷疯狂的 对你做出一些甜言蜜语 然后给你很多promise 他们在外表还有地位上面都很成功 因为自恋型人格会把自己包装得非常好 其实皇子娇也有被判断为自恋型人格 女生真的要小心 不要那么容易的恋爱脑 不要明明就是已经遇到一次家暴了 你还不能做断舍离 一定要及时断舍离 像Sutern他为什么无法断舍离呢 他在那时他真的坚信自己能够拯救一个男人 然后他也真的爱他他离不开他 加上这个男人每次打了他之后 又会要求他原谅 或是对他更好 当然Sutern在经济上面完全依赖他老公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真的要奉劝很多女生 你们不要以为嫁给有钱人就安枕无忧 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 一定要想清楚婚姻 对你的意义来想是谁 你才要进入婚姻 不然的话我真的宁可所有女生单身 很多伴侣是在你结婚之后 就会露出狐狸一巴了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也会造成你们离婚 然后如果你又有小孩的话 其实作为一个单亲爸爸 或是作为一个单亲妈妈 在社会上的地位 其实就会变得很容易被人家非议 我觉得从这两个新闻上面 我感到非常感叹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两则台湾人比较不会知道新闻 因为我很喜欢看这类新闻 我就觉得比台湾新闻还要精彩 Anyway 很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 结结巴巴的讲述 下本书要讲什么呢 我还没想到 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 欢迎你在新CR热可可频道上方 按订阅 关注 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 如果有新的节目 就会及时通知你哦 让我们下集见 拜拜 拜拜